她的原料取自房前屋后 她的做法充满巧思 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觉得它是吃的 因为这个特别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毛粘面 她简单却不平常 哇 甜蜜的感觉 她让人思念 让人回味名长 我没有刚才想象的还要好吃 她是家的味道 欢迎收看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家的味道 远方的家行走六年来 到访过许多人家 传统美食的地道醇厚 家常菜的精巧质朴 团圆饭的热闹闻心 都让我们难以忘怀 在不少乡村制作一顿团圆饭 需要全村人出动 在贵州同仁的新滩村 记者胡心就曾品尝过一道土家族大餐 乌江鱼炖羊肉 哇 这么多人 这些都跟我们一起补鱼的 一起补鱼的 对 这还有两口大锅 对 这就是这个锅拿来煮这个羊肉煮鱼的 羊肉煮鱼要这么大锅 对啊 因为羊有那么大 鱼有这么多 聚餐的地方是卢伯的表哥家 平常村里有大事喜事 人们也都会在一起聚餐 今天十几艘小船一共捕到了六十多斤鱼 其中还有鲷鱼和少见的桂花鱼 大家一起动手 没过多久 满满的一盆鱼就准备好了 大伯 我看你把鱼要切成这样是为什么呀 这个鱼啊 这个鱼叫糖醋脆皮鱼 某某盐 加蛋线 把它摸上之后 这下鱼锅慢慢地炸起来 慢慢地炸起来 炸起来 再加糖 那为什么要切成这样呢 切成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糖醋脆皮鱼 这个鱼锅是它的这个 这个抽型的形状 好看 好看 想提醒成词 没想到大伯的刀工还是这么细 安师傅是今天的大厨 他的厨艺是村里工人最好的 附近人家需要办酒席 一般都请他来做厨 热情的村民 还给我们准备了瓷巴和桥面条 这些都是当地人待客的美食 大伯 您这是在干嘛呀 我在加工鱼啊 把这些鱼都切成块了 切成块了 加点毛毛盐 加点盐 再加点 哦 鸡蛋 再加点蛋清 蛋黄不能够出来 只要蛋清不要蛋黄 而且我看这个鸡蛋是土鸡蛋吧 这么小 是土鸡蛋 这个蛋清加在里面 鱼自己是嫩嫩的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鲜嫩 鲜嫩 乌姜鱼煮羊肉 这种有点奇怪的吃法 在新滩一带流传了多少年 安师傅也说不清楚 不过在当地人的印象中 这就是最顶级的美食 要充分展现这道菜的鲜味 鱼肉腌制这个环节 必不可少 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 趁这段空闲时间 他要先把糖醋脆皮鱼做出来 糖醋脆皮鱼 现在开始下锅了 下锅了 这里面放的是油 油 这个鸡蛋掌握到80度的温度 鸡蛋 丁粉 我的姜现在把它抹上去 抹上去 这样就是炸出来 外面一层特别酥脆 炸出来它就会形成了 每个份里面都要 都要抹的 下锅了 这样就把它 先拿这个胶上是吧 就定型了 就定型了 是 有鸡蛋 再加上油 就变成这个金黄色了 特别有食欲 炸好的糖醋脆皮鱼 色泽金黄 外焦里嫩 还要再次定型 浇上由辣椒和淀粉 勾芡而成的汤汁 才算完成 整个厨房都飘着一种 甜酸的香味 在安师傅做脆皮鱼的时候 切好的羊肉 已经在锅里煮了一个多小时 哇 好热啊 您放的这个是树叶是吗 花椒 刚才有树参摘下来的 为什么要放这个呢 不直接放花椒呢 这个放那条系到香味 我还看到这里面有个大料包 是里面是什么料啊 三来八个 丁香肉桂 这么多 就是算是一个卤料的 卤料 是吧 在这煮 把肉煮好 新鲜的花椒叶就采自小院里的花椒树 不仅可以去掉羊肉的生味 还可以提香 锅内的羊肉煮好以后 做鱼的材料也已经准备齐全 大伯 这桌上有姜蒜 这些佐料都是什么时候放啊 这个佐料 要把这个鱼炸捞起来了 只有的时候再放这个生姜大蒜 炒辣子 不过这两种辣酱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是酸的 这个是银的 这是什么 这是料 老鸭汤的料 这是羊肉的底料 羊肉火锅料 这个呢是什么 花椒粉 这个呢 鸡精 鸡精 糖 白糖 白糖 食盐 食盐 所有的料都摆在这了 现在就该下锅了是吧 一点一点来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锅里面炸鱼 其实跟刚才那个炸鱼的感觉是一样的 都是变成金黄色了 炸要炸多长时间 炸鱼肉的 乌姜鱼切成块炸好以后 依次放入辣椒 火锅底料等翻炒 直到把鱼块全部包裹以后 再加入羊汤一起炖熟 而另一锅煮好的羊肉 则要去骨切成小块 再次放到油锅内 用猛火快炒 现在是到了炒羊肉的环节了 是吧 炒羊肉 把酱 我看您在前面已经调好了 再把肉放进去翻就行了 翻炒 果然是分两个大锅 一锅鱼 我们看一下鱼在那边已经是快好了 是吧 已经熟了 然后一锅是肉 一锅是羊肉 然后最后 让它们两个都熟了之后 再混在一起就行了 一对 并不是放在一起煮的 五江鱼煮羊肉 和我们想象的做法并不一样 按师傅说 鱼肉和羊肉不能放在一起煮 是因为各自需要的火候不同 除了麻辣味 这道风味美食 还可以做成清汤和黄焖两种口味 我尝一下 今天等了一下午的这个重头菜 羊熬鱼 先吃一块鱼 闻上去像是火锅的味道 是吧 是火锅的味道 这个鱼好鲜嫩 而且这个鱼煮得特别的烂 咬到嘴里 瞬间就化了感觉 是吧 我再吃块 羊肉在哪 这个鲜字 我刚才只吃了一半 只吃了个鱼 现在还有羊 羊肉特别的精道 但是吃到嘴巴里面 没有任何的山味 虽然说辣味非常的重 但是一点都不会影响到 鱼和羊结合起来的那个鲜味 小小的院子里 一起下江捕鱼的村民围坐在一起 共同劳动 共同分享 一次聚餐 就是一次最好的情感交流 在中国东北 鸭鲁江边的朝鲜族妇女 常会聚在一起制作佳肴 记者谭门影 曾在吉林省长白县的果园村 品尝地道的朝鲜族美食 我们来采访的时候 正好是做辣白菜的季节 刚刚看你们做 就知道里面有辣椒 洋葱 还有胡萝卜 是吗 胡萝卜 还有大蒜 大蒜 放了很多大蒜 所以都是这个辛辣的东西 但是我以前以为 这个做辣白菜的时候 那个辣椒酱 是现成的辣椒酱 再涂上去 但是没想到 你们这个辣椒酱 是当场做的 做 做辣椒也是更重的都是 你担不担心 我把这个秘籽给写走了 全中国都会做就更好了 是 但是大家好像做 都没有你们好吃 在做辣白菜前 为了让辣椒酱更加入味 白菜有些腌上两三天 其实就这样吃已经很好吃了 可能这个在南方就叫做泡菜 但是你们还要再加辣椒酱 行 那我们开始吧 你们教我做 这个抹起来 好 就这么抹哈 你抹抹看看 史料记载 辣白菜有两三百年历史 如今辣白菜酸辣的味道 被很多人接受 来之前我们以为 辣白菜好吃的秘诀 来自辣椒 没想到 辣椒 洋葱和大蒜 综合产生出的复杂味道 才是辣白菜口味 独特的关键 辣白菜好吃 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留守在果园村的大多是女性 男人外出打工 她们之间懂得互帮互助 谁家有事 其他村民都会过来帮忙 真辣 会吗 会 我做的合格吗 还行 你们从几岁开始腌白菜啊 我们呢 以前是小时候的妈妈都给做 结婚了以后才开始回来 辣白菜是朝鲜族妇女的看家菜 夫家还会用腌辣白菜的水平 来衡量媳妇是否贤惠 做辣白菜成了朝鲜族的一种传统 好辣呀 好辣好辣 来尝一下这前面 这是两天前腌的 也是截取了一个菜心叶 我知道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了 好酸呀 对对对 储存上半个月 辣白菜味道会发生变化 美味来自二次发酵 新鲜腌制的 真的就是最明显的是那个生辣的感觉 但是好像腌了两天之后 慢慢慢慢的 它那个辣味就变得温和了很多 对呀 浸进去了 发生了 发酵了 对对对 所以它主要就是变得酸味为主 带着微微的辣 所以你们都选稍微发酵一段时间再吃 那个最好吃 但是也都很好吃 两种风味都很好吃 到朝鲜族家里做客 打糕比不合手 用打糕招待客人 是朝鲜族的礼节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见过把那个揉好的面 放进模具里面压出面条来的 但是还从来没见过 把这个糯米放进模具里面 压出这个米条了 是吗 压出完以后可是还在打 为什么要先这样压一下 不能直接打呢 这样还省一劲 果园村地处压入江盘 由于朝鲜族擅长种水稻 村里人过去大多靠种水稻为生 村民深省其说 用自家的稻米做出来的打糕 口味格外香甜 整个的糯米饭压了以后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糯米条 不像我们平时看到那个面条 这种米条它拿不起来 因为太黏太黏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粗成品 待会还要放在这个石头上 拼拼地打 才真正是打米糕 再压一下 很多人知道朝鲜族打糕 却不知道过去朝鲜族用打糕计神 这让制作打糕的工具很有讲究 眼前的石头来自鸭鲜族 经过浆水长时间冲刷 石头表面变得光滑 用它做打糕不容易粘住 村民们认为 取自自然的工具 可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为什么要垂一下就要抹下水呢 我怕粘在锤子上是吗 哎呀 别打我手啊 不打 放心吧 真是没想到 平时那年糕吃起来这么费劲 制作打糕时 要用木锤反复敲打米团 直到完全看不见米粒为止 打了20分钟 经营百米打成了一个年团 蘸上红豆面就可以吃 忙了一上午 一桌丰盛的朝鲜族美食 准备就绪 我觉得刚才啊 所有的阿姨 大姐还有我 还有我们剧组所有的人 在那块打糕上面 夹的那个粒 现在全都体现在这个牙筋上了 你们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 特别的有韧性 是吗 嗯 非常好吃 我们亲手制作的打糕 吃起来比有一番滋味 围坐在长桌边 大家一起享用劳动的成果 分享生活的喜悦 纯净的山西里诞生什么样的美味食材 哎 抓到 你看 你看 水中的植物 如何变身为 带做人最爱的小吃 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觉得它是吃的 因为这个啊 特别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毛毡垫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家的味道正在播出 猴年了 热血叫猴年 养胖家世俗 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家和万事兴 猴年行大英 春节快乐 猴年大吉 猴年大吉大利 和家幸福 新春快乐 猴年大吉 给大家拜年了 猴年大吉 万事如意 和家幸福 祝福全球海内外华人 今后的职位 马上封喉 爱美丽中国 看养方的家 在中国各地的美食中 有的食材只出自当地 而那里人最懂得用简单的方法 烹制出最美的味道 在广东惠州的龙门县 记者蔡丽娜 曾品尝过山坑螺 她生长在水质纯净的山西中 你们好 你们好 捡了多少了呀 捡了很多 捡了很多 什么时候来的呀 早上 早上就来 吃爸爸就来 这些村民来自附近的锦城村 每到农前时 村民们都会结伴来这里捉坑螺 你看这个石头上 这个是不是也是 对 你看你看 在这儿有好几个小的 那边也有 你看 都就是锡在那个上面 对 那像他们长多大才可以 长多长时间才可以长那么大呀 这个两三个月就行了 长得很快是吧 像你们捡了这么多的螺 是拿去卖吗 还是说自己家里吃 一般都是拿去卖 山坑螺的生长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只生长在没有污染的溪水中 他们喜欢在水中的石缝当中聚集 以吃水底的辅液为生 在什么样的石头下面呀 那这些石头 它是把走在里面的嘛 你都拿手机房 藏在里面就可以了 就大石头下面是吗 是 你放在机会有很多的 你就是这样抓的 抓大一个你看 大不大 这个算大的吗 是 这个算大的 所以说不是都在这个水里 就直接能看到 就像摸这样的石头缝 很难看的 村里人平时把桌坑螺 既当成一种消遣 也当成一种副业 桌的少了 往往就上了自家的餐桌 桌的多了 就可以卖了换钱 补贴家用 他们为什么要老是 吸在这个石头上面 它晚上就要爬出来 稳稳去 有吃东西的嘛 稳东西去的嘛 那个疗也稳东西去的嘛 为什么在这个水里面 才有这个坑螺呀 这个水是南坑山 那里留下来的 是很关键的 没有屋檐的嘛 它的山脚很快的 它山脚要屋檐的 那个疗不行的 山脚不了的 锦城村离溪水 只有几百米远 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 陈造星邀请我们 到他家里去做客 你看 你看现在这些螺 它们都爬出来 它都跑出来了 而且你看好多这个 都爬到这个盆子的壁上了 是 吸在这儿 你看一直吸在这儿 还冻冻的 山坑螺经过清洗之后 要用钳子 把螺间部分剪掉 这样既可以入味 在吃的时候 肉和壳也容易分离 这个切的是 这个是紫苏 这一定要放紫苏吗 是 草莓会放紫苏吗 为什么要放这个紫苏啊 草莓会放紫苏的高次吗 可以提它那个鲜味是吗 是 山坑螺的家常做法是爆炒 爆炒山坑螺的配料 是辣椒 姜 葱 蒜头 还有紫苏 将锅里的油加热之后 用蒜头爆香 然后放入山坑螺 稍微炒一炒就放辣椒了 那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 就用的东西也是简单的几种 放入辣椒不仅可以提味 还可以中和山坑螺的含气 哇 这辣椒好辣呀 你们平时也爱吃辣的哦 现在这个辣椒 呛的都想打问题了 光闻这个辣椒就能想一下 一会儿出锅的这个山坑螺肯定特别够味 炒螺时需用大火翻炒 为什么还要放这个白酒啊 这个香味吗 这也是起到去腥味的作用 哦 就像我们有时候做菜的时候 会放一些料酒一样 倒入一些白酒用来去除腥气 爆炒大约三分钟就可以装盘了 山坑螺的吃法是 拿起一个山坑螺 对着螺尾吸一下 再反过来将螺头含在嘴中 轻轻一吸 螺肉混着汤汁 就一起滑到了口中 哇 很好吃啊 是 那个汤油啊 那个汤油啊 特别鲜 而且是那种鲜甜鲜甜的 是 这个 汤油感好吃吧 坑螺很好吃 但是这个坑螺啊 就跟我们以前吃的那个 甜螺的口感不太一样 甜螺是那种 就是肉质比较软一些 像这个山坑螺呢 就是会稍微的硬一点点 比较爽口的那种口感 山坑螺的螺肉非常爽脆 风鱼细腻 味道鲜美 搭配着紫苏特有的香气 令人回味良久 难怪你们那么爱吃 再加上你们这种做法 一炒出来 那个香味全部都出来了 而且像这个山坑螺 又是长在这样的 山星水秀的一个环境里面 还好吃 还好吃 可以说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在云南西双版纳 银育种食材出自清澈溪水 那就是青苔 记者谭文颖在一个带族村寨 品尝到这样美味 捏桃 你看这是在做什么 是我们的早餐吗 做到所有的青苔 这是青苔啊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在那个水里见到的 潮飘浮浮的那些青苔 在带族人你们是吃这个的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啊 可以可以摸 我开始听着这个声音 还以为你们早上在洗衣服呢 一直在扯啊 来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摸了它根本就不会想象 这是能吃的 拿来做围巾还差不多 完全是那个布的感觉啊 毛线的感觉 这样反复的锤打目的是什么 因为它那个里面有很多沙子嘛 哦 为了去那个沙 主要是为了去沙是吗 这个是当地的水质量的一个标志 雪很近的地方才有这种美食啊 真的是好软好软啊 一块布 这块布是我今天早上的早餐吗 对啊 做好的已经有了 哦 已经有做好的 这是为在我之后的客人们准备的 太有意思了 早起的鸟儿果然有虫吃 有水的地方就能找到青苔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水质越好 颜色越深 就是上品 一年只有春季两个月才能吃到 立干后铺在麻布上亮晒 啊 阿嬷这为什么拍不下来 拔下 哦要用力 打开 打开 现在可以了 你看 它有意思了 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觉得它是吃的 因为这个啊 特别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毛粘垫 这个阿嬷没有发现之前 赶紧迷舞一下 这个敷得太难看了 青苔饼晾到半干 开始撒作料 先是一层掺着芝麻的糯米粉 然后把大蒜 辣椒 盐巴 混合成酱汁 撒在饼上 之后拍打 直到酱汁完全进入苔藓的纤维 爆晒一天 青苔饼就变得像纸张一样薄脆 可以储存半年 食用的时候剪成小框 过油三秒钟就可以出锅 配上香浓的糯米饭 就是最地道的逮家早餐 大家看见没有 我们现在呢 这个眼前是没有碗筷的 因为在逮族人这里啊 他们觉得这双手就是父母给的碗筷 特别的暖 手心都发烫啊 因为它一定要经过自己这个捏之后呢 糯米才可以完全黏在一起 而且经过自己手心这个揉以后 才有韧性啊 豆豉压成饼了 就用手 这样吃 这样 搬一下 就是搬一点这个 然后搬一点豆豉 是不是搬太多了 太多了 好 不知道了 还以为我们在捏泥素呢 好香啊 丽莎你吃又惯吗 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又香又臭的感觉 你看这个起来是香 不咋的感觉 糯米饭是百大明星 配上青苔又换了一种味道 从一开始我觉得它像布 后来觉得像茶杯垫 一直到现在端上桌的时候 我才觉得它是食物 你看薄薄的一片 上面都是我们刚刚撒的那些糯米粉 辣椒 吃起来完全是非常香脆的口感 就像海苔一样 是不是 它其实就是淡水里面长的一种苔藓 很焦脆 很好吃 这个海苔配糯米饭是不是也是很好的组合 是吗 可以把它这样包着 就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紫菜 包米团一样 这是跟那个日本那个寿司 嗯 逮家人顿顿离不开糯米 他们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 2000年前就有灌溉农业 逮族家庭 里里外外靠女人操吃 经营农家乐 每年给玉南胆带来两三万的收入 他们的生活重心还是在农田 我们以前就是干农活的时候 不是起得很早的吗 就这样包着糯米饭 拿着糯米饭 就一直走走走到前边的话 饭已经吃完了就可以干活了 哦 是这样 这样一片小小的青苔 你知道它从哪里来 然后从清洗到晾晒到撒作料 所有的程序都是我自己亲自参与的 我觉得这跟超市里买出来的 这种海苔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只有每一道工序你都加入了 吃出来才会有家的味道 在浙江新居县 有样美味几乎人人家里必备 而且是代客家品 那就是杨梅 记者唐天椒在新居的一户人家 吃到了它 哎呀 这么多的杨梅 我拿出来了啊 阿姨 哎呀 瞧瞧 个儿好大 我把它放到这边 粥子上给大家看看 我要多拿出来一点 我能不能拿一颗呀 我本来就想请你吃 尝尝 你尝尝 就跟吃冰国人差不多吧 我尝尝 好冰哦 真的像吃冰棍一样 你看 我的牙齿就跟这个咬冰棍一样 咔噔 一下子咬下一块来 但是吃到嘴巴里面 就是杨梅那种酸酸甜甜爽爽的口感 还是没有变化 先驱是中国著名的杨梅之乡 虽然设置组到来时不是杨梅成熟的季节 但是普通人家代客用的是杨梅汁 杨梅酒之类的物品 杨梅汁几乎家家会做 家家爱喝 加水进去 这个水的多少是怎么算呢 多少就看你喜喝那个浓度 浓一点就多一点 杨梅汁的制作方法很简单 除了加入冰糖 没有其他辅料 煮上十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不光漂亮 而且就感觉这个汤汁也挺浓郁的 在李修惠的邀请下 记者也趁热品尝底下杨梅汁 哇 甜蜜的感觉 就是因为加了一点冰糖之后呢 杨梅里面的那个酸味 反而就退过去了 而且本身这个杨梅 它的这个汤汁 全部煮到了这个水里面去 味道虽然没有那么浓郁 但是你喝起来这种口感更好 比那个纯杨梅汁那种 太浓的口感要好得多 对 纯杨梅汁有点色 有点色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样熬煮出来的就没有 就更好喝 对对对 更好喝 口感更适中 品尝过杨梅汁 一家人又在厨房忙碌起来 亲戚们也陆陆续续来到家中 半个多小时后 一顿丰盛的午餐 就被端上桌了 今天也是来了很多人 这是不是还不是全部家庭成员 都在这 对 我奶奶 奶奶好 奶奶都89了吧 88了 88岁了 但是你看头发面容都特别好 一看就精神也好 气色也好 天哪 那这真的要是全家都过来的话 这张圆桌还真做不下 先驱的这户普通人家 每周都会有家庭聚餐 叔叔伯伯都曾在外打拼多年 所以格外珍惜全家团聚的时刻 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 一点都不怕吃苦 拿杯子的行囊就出去了 自己去闯荡 然后在外面 真的吃尽千辛万苦 然后在外面十几年 二十几年 然后攒下一顶钱之后 就主动就是说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我觉得就先驱人的这种情怀 不怕苦出去闯 闯好了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落叶归根 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怀 敞开的家门 温暖的家眼 等候的亲人 对在外的游子来说 这些是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埋在沙土里用火烧 维吾尔族美食有哪些神奇之处 这个是不是太烫了也不行 越烫越好 简单的食物 独特的吃法 回族美食有着怎样的寓意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家的味道正在播出 市值组行走的六年来 常常赶路 当我们风尘仆仆地 到达目的地之后 吃到一顿美味 会觉得分外温暖 记者蔡丽娜 曾在新疆和田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 品尝到一种唯有而美食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 晚上9点50分了 我们这一路上是花了将近 13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到达了达雅伯伊 乡政府的所在地 这里也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我们已经在沙漠当中 行进了一天之后 现在已经是灰头土脸的 皮肤裸露在外面的地方 全部都是沙子 包括耳朵 鼻子 脖子里面全部都是 刚才阿克力说 我们今天晚上就在那家 是吗 就在那家安顿下来 安顿下来给你们做个库麦吃 我们还可以尝到库麦吃 达里雅伯伊的夜晚 十分安静 村民早已入眠 只有阿克力事先安排好的住处 还点着微弱的灯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 布萨日汉正在等着我们 她正在坐着就是苦麦吃 这间屋子是她平时 做饭和休息的地方 地上是用沙漬凝土 来继承的平台 中间有一个一米健放的火堂 常年不灭的糖火 既用来做饭又可以取暖 她这个做的苦麦吃是囊是吗 囊笛中 布萨日汉把发酵过的面团 游离至外不断按压 压成一大一小两个圆饼后 就把羊肉放在大的面饼上 这个肉要腌过吗 放盐 放盐腌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做法也是只有在这儿有 羊肉拍打均匀后 布萨日汉把两个面饼合在一起 并把周围压实 那把它捏起来 这个酵麦吃就已经做好了 就可以烤了是吗 就可以烤了 布萨日汉将火汤里烧得炙热的沙粒摊平 把做好的肉饼直接铺在沙子上 再用手中的柴棍 把沙粒覆盖在肉饼上 阿克里说 关于库麦奇的由来已无法烤正 但很多人认为 库麦奇饼可能是流传至今 最古老的烤饼方式 是糊饼的雏形 在没有任何烹饪工具的古代 人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烤制食物 达里亚薄一没有种植任何农作物 当地人很少吃青菜 库麦奇是最常见的主食 大约半个小时后 布萨日汉把已经烤得鼓起来的面饼 从沙子里取了出来 听着这个声音 外面的这个皮好硬 你看这上面现在还有一些沙子 然后就可以一点点就清掉了 这个库麦奇一从沙子里面拿出来之后 马上就闻到了那个面饼的香味 还有羊肉的香味 布萨日汉用刀子将库麦奇 表面的沙子清理干净 此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钟 我们终于可以享用晚饭了 我看来这个要用刀子切 还挺硬的 一般难得切 一般这个是难得才能切 比我刚才想象的还要好吃 这个外面的这个面饼烤得特别的脆 嚼起来还有嘎吱嘎吱的那个感觉 而且这个里边的这个肉 完全就是这个羊肉的原本的这个香味 吃库麦奇要配上当地的药茶 使用胡椒 茴香等原料制作而成 带一点辣味的热茶 与干饮油腻的库麦奇刚好搭配在一起 吃起来真的发现了 上面一点点沙子都没有 这个就是库麦奇 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 好好吃 在沙漠里风吹日晒颠簸了一整天 这顿喷香的晚饭让我们感到温暖和满足 在宁夏雇园的伙食寨 大年三十晚上村民要吃一道美食 那就是乔麦绞团 记者王瑶杰在一户回族人家品尝到它 做绞团原料很简单 就是绞面 醋 胡麻油 盐葱等调味品 把锅里的水烧开后 就可以下绞面了 下面时一定要用一小根擀面杖 在锅里不停搅动 这样多少面粉啊 两碗 两碗 那您这个面粉的量是多少人的量啊 两碗能吃七八个人吧 七八个人啊 这么多啊 少吃一点 少吃一点 那多少水对多少面啊 有没有说法啊 有 有 两碗粉 两碗这个巧面粉的话 需要多少水 十六 一勺半 一勺半 香了 苏秀兰说 做绞团 一靠绞的功夫 二靠火候的把握 往锅里下面时要用大火 面全部下到锅里绞成均匀的护装后 就得改用小火 绞的动作看上去简单 可真正做起来 还得靠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感觉 脚团是中国西北地区的特色仪式 有桥面脚团 玉米脚团 土豆脚团 在火石寨附近 最流行的是桥面脚团 感觉脚团接近六七成熟时 就可以不再搅动 再往锅里添少量水 盖上锅盖 整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趁这个空隙 苏秀兰开始准备脚团所用的调料 她说 做调料并不复杂 原料就是少量的凉开水 醋 盐 胡麻油和葱花 哪一样多放一点 少放一点 关系不大 主要看吃脚团人的口味 调料做好 脚团也可以出锅了 刚刚大概蒸了有差不多 七八分钟吧 七八分钟 它这个水包括和面粉的比例 如果说配不好的话 就容易变得很稀 或者很干 对 所以桥面团就应该是这样的形状呢 对 它就跟面点差不多 这怎么吃呢 这个 崴着吃 拿勺子崴着吃 吃的时候 好的 这一切对我老师都很新鲜 得大姐待会儿教教我 这怎么吃才行 苏秀兰不慌不忙 她把脚团面都盛到一个扁平的盘子里后 用勺子底部蘸着调料 在面团上压出一个碗状的凹槽 再把做好的调料盛到里面 经过一套复杂工序 脚团终于做好了 就好了吗 后来 这就好了 那这怎么吃啊这个 现在吃的时候我教你 好好好 您快点教我吧 我看了半天 就不知道怎么吃 走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炕上吃饭 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 而且呢 大哥大姐非常的热情 让我做到这个 应该说是上座 我们受到了贵宾的待遇啊 这两个就是你的小孩 小孩回来了 所以今天要做这个桥面团 多大年纪啊 十五岁了 十五 你呢 小伙子 九岁了 九岁了 都在上学 王志荣说 随着社会发展 回族很多传统习惯 也在发生改变 但是大年三十晚上 做脚团的风俗 在当地依然盛行 这个桥面团的呢 我一直还不知道 它到底怎么吃 大姐也没有给我们揭秘 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我教你的 好 你教我 来 点一下 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是蒜泥 蒜泥 蒜泥 在这 为什么要这样点一下 是个仪式吗 代表什么意思 团圆饭 好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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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转一圈 这就是铲头饭 团圆饭 也就是团圆饭 团圆饭 团圆饭 所以在吃的时候 要在头上绕一圈 只绕一圈 只绕一圈 绕的时候 需要就是想什么吗 团圆 团圆 一家人团圆 高高兴兴的意思 团圆 来 吃啊 这是不是很久没有吃到了 这个 什么时候才吃这个桥面团 团圆的时候 团圆的时候 小孩很聪明 那我也试试 试一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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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筷子 然后 逆时针 逆时针 再 蘸一下 这个桥面啊 是糯糯的 软软的 这个调料呢 是酸酸的 辣辣的 凉着一结合呢 就感觉很好入口 很爽口的感觉 很好吃 来 你 吃吃吃 你也吃这个 以下人 吃脚团时的动作 自然娴熟 他们围坐在一起 在浓浓的团圆氛围中 吃着脚团 这种团圆饭 其乐融融 这道菜啊 虽然看着呢 比较朴素 但是吃起来呢 心里是温暖的 可能就是因为 它的寓意是团圆的关系 对于很多 在外的游子 甚至是在异国 他乡的人来讲 团圆是一件 很奢侈的事情 这也让我想到了 我的家乡 我的父母 谢谢大哥大姐 能让我们吃到 这么很特别 非常独特的一种美食 然后呢 也祝愿天下的游子 能够和家人早日团聚 和睦平安 无论走到哪里 家的味道最难忘怀 团圆饭 让我们的胃饱足 心温暖 而且带着 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进入新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